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一些南澳洲波斯坦的藍青口 看起來很棒,很久沒有煮青口 於是買了一包來煮 這些青口是生的,可以立即煮 非常棒 以前煮過忌廉白酒煮 今次是酸酸的,煮意大利式 所以我會用蕃茄 你可以用紳士蕃茄,但我會用罐裝蕃茄 其他材料有黑橄欖 有些叫小酸瓜 有些蕃茄 另外我會用辣椒 給這個茄茄 其他材料有蒜頭 蒜蓉 乾蔥 另外需要檸檬 還有番茄 家裡還有洋蔥 大約四分之一 用完,不要浪費 大致材料是這樣 稍微做到一路再講 紫天椒一隻 將它切碎 都相當多的 未必用完 切了先 兩粒蒜頭 輕輕拍一拍 容易撕走衣 然後將兩粒蒜頭切片 蒜頭完成 一粒乾蔥 1粒 desde 1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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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粒 一粒 1粒 2粒 1粒 4粒 1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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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粒 1粒 1粒 洋蔥也做好了 有些番茄 把葉切大一點 葉歸葉 底下的框也歸框 葉切成這樣就差不多了 下面的框就切碎些 番茄也做好了 燒熱一個鍋 加少許橄欖油 首先把蒜頭放進去 炒香蒜頭 只剩一些青口 所以先煮一些Pasta 煮一些Linguini 煮一些滾水 加少許鹽 用慢火煮軟 把尾巴放進去 又是炒香 另一邊就看看火 確保一些Linguini 慢慢煮軟 把剛才的Pastly 那些徑布 切碎的那些 放進去炒香 加少許Capers 黑橄欖 兩茶匙 然後把青口放進去 然後把青口放進去 加些白酒 加多少 大約一杯兩杯 一罐這些大的番茄 你可以用新鮮番茄 如果新鮮番茄 可以用三個 我猜大約三到四個 看水分 把番茄弄爛 一個檸檬 刮檸檬皮 要黃色就好了 不要刮白色 白色會苦 儘量把黃色的刮進去 刮完之後 切開檸檬 切檸檬汁 這個方法 可以把核隔開 當然要洗手 把整個檸檬的檸檬汁 擠進去 差不多了 把洋蔥放進去 紫天椒 因為怕它會辣 所以我都不敢下 先下一些 稍後試味 我吃得很辣 不過我太太不能吃 灑一點點鹽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這邊的煉製 差不多了 看來 對 然後再煉製 再煉製 拿出來 試一試 看它的勁味 看看青口 如果一隻隻擦開 這樣就差不多了 試一試味 看看夠不夠味 夠味了 OK 再灑一些Permasam Cheese 即是意大利的硬芝士 我買的已經是磨粉了 放多少就升到你 大約放3-4茶匙左右 如果你喜歡芝士味濃一點就放多一點 把芝士的番茜葉灑下去 煮到這樣其實差不多了 熟的啦 煮好的啦 吃得的啦 Languini 都完成了 沒什麼所謂的 你喜歡吃Pasta 就像我這樣煮Languini 或者Spaghetti 等 如果你說不吃 就這樣吃青口 都非常好吃 我將煮青口的汁 和青口淋上了Languini 完成了 青口是不是很棒呢 好了 開餐了 拜拜 如果您的看見 你就不會再開啟 好可愛 買一種電視 開口 開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